做完这个我感觉我这次在这边做的所有手术非常满意非常成功 我脚来自中国陕西仙 这次在4月31日整形外科你接受了怎样的手术 我的眼睛眼睛有做出眼皮 其实它这个体积还有我的后眼角 然后我的鼻子在做手术后的一年吧变化也是蛮大的 各样子的轮廓啊脸型的轮廓包括眼睛鼻子 所有的样子就出来了 然后整个并不像是很多人整完容之后就不认识了 大家觉得你还是你就是感觉变美了更精致的感觉 就感觉很好就像同学还认识你 就觉得怎么这么多年不见感觉就变漂亮了很多 他不会说一下子就觉得你眼睛整容了 你鼻子整容了就是你还是你只是更美了就是很开心 然后身边像异性朋友也会多很多很多人会问你要微信呀 就整个人会更加的自信 说一下对4月31号整形外科的感想吧 其实我挺感谢这个医院的 因为像这个医院的话在中国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然后我也是一个机缘巧合我的朋友他的鼻子手术比较严重 然后在中国做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然后他就进行了一年的一个在网上的一个搜索 我无意间发现有一个亚洲鼻王这个金院长 然后他陪着我我陪他一块过来了 过来之后他做的特别好 然后所以我才下定决心在这个医院做了这么多项手术 然后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自己整个人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因为自信就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磁场 然后所以我做完这个我感觉我这次在这边做的所有手术非常满意 非常成功而且我也很开心